Unity的GUI错误原因 有一个奇怪的错误 是UnityEngine Texture Get Width 不晓得这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这个Script 所以如果进去看一下的话 这个Script因为是设成这个样子 然后当这个原因发生在 当我把这个GUI label 换成Draw Texture的时候 它就会出问题 但是因为其他的Script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后来经过了几次比较之后发现 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于 这个地方 只要把它设成 把private拿掉之后 储存起来 好,现在让它compile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至少要随便指定一张texture 把它clear掉,再执行一次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主要使用Draw Texture的原因是因为 这样子这边这个边 左右的边还有上下的边 会完全符合萤幕的解析度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